剛剛有偷人家東西對不對 看見目標 徒步走在河濱公園 圓警立刻將人攔下 這是不是你 這衣服啊 這是你沒錯嘛 對啊 東西咧 圓警拿出犯案監視器 女子原本還想狡辯 不過畫面中嫌犯 不管是衣服還是身材特徵 都相當明顯就是她 對方也只好乖乖承認 把髒物通通拿出來 因為她幾小時前 才偷夜市談判 那我們那個地方 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她可能觀察很久了 變成是覺得說 有可勝之機啦 身穿連帽外套的嫌犯 鬼鬼祟祟接近蔥油餅攤販 還刻意等路人進到一旁店內 才走到攤販後面 打開上頭的櫃子 翻了翻之後 把包包整袋偷走 十七號晚間 台北市中正區公館商圈附近 一間蔥油餅攤報案表示遭偷竊 警方立刻巡線追查 在古庭河濱公園 待到五十九歲的張姓竊賊 他到案後公稱 過去買蔥油餅時 和老闆說不要炸太硬 結果還是不滿意 覺得不好吃才偷竊泄粉 蔥油餅好不好吃 跟他偷偷偷我的錢包 不應該不是同一個那個吧 那我剛剛講 我們那邊年輕的大學生 消費群眾比較多 所以一般會比較喜歡 喜歡他們這種這種口感 警方籃下該名女子談查 發現這名張姓女子 不僅涉及同一位 余姓老闆在去年九月 就已經報了竊案 同時他竟然也是高雄地檢署 發布的竊盜通信犯 這名竊賊前科累累 在同一間從有餅攤 就得手兩千多元 還有兩支手機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 是否還有涉及其他竊案 靜新聞超會黃平安搶不動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